168 大公報 波茲坦公告喜容安培張籠作假 2015年7月26日要問A04 北京觀察馬號量70年前 1945年7月27日 大公報 重獻版 第二版頭條看法 26日由倫敦播發的波茲坦信 美英中聯合聲明 令日本無條件投降 28日大公報在二版頭條公報了波茲坦公告傳聞 並配發社評三國對日聯合聲明 社評分析了波茲坦公告對戰爭時局以及未來國際秩序的影響 特別寫道 開羅宣言之條件 別將實施 這也是這次聲明極重要而令人滿意的一部分 並進而援引開羅宣言重申日本必須歸還從中國 蝕取的東北、台灣、澎湖等土地 70年後回數歷史 仍不得不敬佩大公報 先輩動式國際形勢的前瞻眼光 2013年5月26日 中國總理李克強火得期間參觀了 波茲坦會議舊指 其後他並無語發表講話說 作為一個中國人 也作為中國人民的代表 我要特別強調 波茲坦公告第八條明確指出 開羅宣言之條件 必將實施 而開羅宣言中明確規定 日本所竊取的中國之領土 例如東北、台灣等島嶼歸還中國 這時用幾千萬生命運來的勝利果實 也時已戰後世界和平秩序的重要保證 所有意外和平的人 都應該維護戰後和平秩序 不允許破壞 否認這一戰後的勝利果實 同樣的 早在2009年10月 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得期間 也參觀了波茲坦會議紀念館 聽取了有關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波茲坦公告的介紹 就任國家主席以來 習近平曾多次強調 要攜手為護以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和平秩序 習你等領導層的鮮明態度 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就在二戰勝利七十週年之際 日本眾議院入前強行通過新安保法庭 公然挑戰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秩序 而安倍5月份在國會辯論時 公然聲稱他沒有看過波茲坦公告相關內容 甚至拒絕對日本發動戰爭是對視錯名確表態 這種在歷史問題上環固堅持倉立場的做法 嘉劇了中日關係深陷僵局 七十年前 波茲坦公告對加快而戰結束 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七十年後 波茲坦公告仍未過時 為戰後華泰地區和平國際秩序提供了重要法理 幾句 例如 波茲坦公告與開羅宣言明確限定了 日本領土範圍 要明確要求日本歸還中國領土 其中就包括以及釣魚島 者構成解決 釣魚島歸屬問題的法律基礎 波茲坦公告還從能力 制度 思想等方面 建產除日本再次發動戰爭的可能性 如今 安倍政府再釣魚島問題 歷史問題上一再玩弄伎倆 否認和歪曲而戰定性 通過重新解釋憲法 解禁集體自衛權 通過新安保法案 其重拾戰爭權的野心超然若欠 這些做法 是對戰後國際秩序安排的公然藐視 蓄以挑釁 不僅是缺乏政治道德和基本良知 更是背棄國際法的行為 國際社會應當攜手施壓反對 絕不能養庸為患 重度悲劇 就算了解了解 重度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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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根本對戰爭法案 我會問你 找到這個法案 有一個法案 我會問你 這是一個法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